1型19最大自然估计在连续型总体的情况下是怎么求解的 上节课我们讲了关于离散型总体的最大自然估计 它们的思想是一样的 并且连续型随机变量的总体也是有三部套路法的 同样是先计算自然函数 每一个取值所对应的概率值相乘 这个符号是表示相乘的意思 我们知道我们熟悉的Sigma如果是爱从1到n 它是连加的意思 是后面的所有的加在一起 而这个像大派一样的符号 它是连乘符号 所有对应的概率取值相乘 第二步同样是对四然函数取对数 得到一个对数四然函数 我们看取完对数为什么又变成连加号了 很简单 我们说X1X2X3相乘 如果我们对它取一个对数 它是不是就应该等于 LonX1加上LonX2加上LonX3 取完对数以后我们可以把它拆分成一个加核的形式 第三步我们同样是要对这个取完对数的四然函数 让它对θ求导得到一个关于θ的导函数 令它等于0 然后解除最大四然估计 好废话也不多说 我们直接来看一下题目怎么操作 另一射总体X的概率密度是这样的一个表达式 X在0到1之间它是有表达式的 其他情况下都等于0 这里面告诉我们θ是一个大于-1的位置参数 并且小X1X2一直到Xn 是来自总体X的一个样本容量为n的简单随机样本 现在让我们求一下 关于位置参数θ的最大四然估计量 好套路我们知道了 一步一步写 第一步我们要写出的是样本的四然函数 样本四然函数是什么 每一个样本取值所对应的概率相乘 我们看X1X2Xn 它的取值一定是在0到1之间 它们要有对应的概率取值 它们等于0就求不出来了 对吧 所以这n个取值所对应的概率相乘 它就应该等于 先把前面这个写出来θ加1的n次方 后面所对应的X1θ X2θ X3C一直乘到Xnθ 它应该可以写成这样的一个连乘符号 Xiθ i是从1到n的 好第二步我们对这个四然函数 给它取一个对数 对它取对数 我们可以怎么算 n次方n提出来 等于n倍的lnθ加1 后面的这个呢 我们刚才说了 连乘取对数 是不是可以把对数写进去 然后呢 变成了一个加和项 Sigma从1到nlnxiθ次方 整理一下 它就应该等于n倍的lnθ加1 加上同样的ln我们可以把θ次方提出到外面来 等于θ σi从1到nlnxi 好对数我们取完了 第三步我们要来求极大值点了 也就是让这个对数 虽然函数对θ来求导 它要求导我们看n倍的lnθ加1 求导等于θ加1分之n 而这个呢 θ乘以后面的这一大串 这一大串呢 其实可以看作是一个常数 所以它就等于这个Sigma从1到nlnxi 然后我们令这个表达式它等于0 从而可以接到θ它的最大自然估计值 就为-1减去这个Sigma1到nlnx分之n 因为这个题没有给我们具体的样本取值 所以我们所得到的这个表达式 它就为θ的最大自然估计量 看起来比较复杂 是因为有一些我们之前没有遇到过的符号 但是计算起来其实并不难 大家只要自己推导一遍这个过程就好了 我们接着再往下看一个题 例二设x的概率密度是这样的一个 x是在0到1之间 它的概率是不为0的 它等于θ乘以x的θ-1次方 这里面呢θ是一个大于0的位置参数 现在让我们求关于θ的最大自然估计量 让我们求最大自然估计量 第一步先写出什么呀 自然函数 那我们就设样本量为n 所以n个取值 它们所对应的概率相乘 就等于连乘 i从1到nθ 后面xi θ-1次方 这里x一定是从0到1的 i是从1到n的 有了四人函数 第二步我们对它取对数 连乘项取对数 变成一个加和的形式 所以取完对数是不是应该是 i从1到n loanθ乘以xi θ-1 而后面这是不是里面相乘 可以拆成loanθ 再加上loanxi θ-1次方 而这个θ-1次方 我们是不是可以提出来 给它变成θ-1 乘以loanxi 就变成了我们这个表达式了 好 对对数不太了解的同学 自己再去重温一遍 有了这个表达式 第三步我们对θ求导 加和我们不用管它 里面一求导loanθ变成θ分之1 而这个呢 θ-1乘以loanxi 一求导就等于loanxi 整理一下就等于θ分之n 加上sigma 从1到nloanxi 然后我们令它等于0 从而可以接到关于θ的一个表达式 等于负的 sigma1到nloanxi分之n 注意这是一个估计量 上面加一个小尖尖 而我们得到的这个表达式 它就是θ的最大自然估计量 好 这次的内容就这么多 拜拜 拜拜